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minecraft的最新新版22w44a 這版本中呢添加許多game rule裡面的 特殊設定呢 我們可以先回到開地圖的界面來看一下 在你創立地圖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遊戲規則 我們來看一下還沒有翻成中文的呢 就是這一次新增的 這個是指方塊爆炸之後呢 會不會掉落東西 這邊預設都是開啟的就是 東西炸了它會消失 像是TNT爆炸那個 方塊也會消失一點點 那他有分三個類型 第一個是方塊 那再來這個是苦力怕 生物類的爆炸會不會影響到 那還有TNT 所以他分的非常細 那天天的在後來的新版本中呢 他其實不會把方塊炸掉了 所以目前會炸就只有苦力怕 那會爆炸方塊是指什麼 有什麼方塊是會爆炸的 也許是重生毛之類的 那如果我們這些都關閉之後呢 哎各種爆炸 都不會影響到方塊了 再來還有一個是夢寐以求的 無限岩漿 沒有錯喔 大家都知道麥克裡面 可以做出無限水 那這個設定呢 他分離了 岩漿也可以設定出 讓他像無限水一樣 2x2 然後讓他自然產生一個新的源頭 這開啟之後呢 不得了 無限岩漿 你只要兩桶岩漿呢 你就擁有全世界 喔這個功能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在一些模組類的 你需要 很多岩漿的話 以為這個開啟設定呢 你就玩得非常的輕鬆喔 那水 你也可以取消 你就沒辦法再獲得無限水了 你可以讓這世界水資源呢 變成有限的 不過其實在現在麥克風呢 你只要有鍋斧 然後有中魯石 不管是岩漿或是水呢 其實都有辦法讓他無限化啦 只是這個就是 你用2x2 到底能不能讓他 變成無限水的一個 比較快速的做法 再來還有下雪時會積雪的高度 在比較寒冷的地方 下雨的時候呢 他變成下雪 這個如果提升的話 他疊加的厚度就會變高 最高值是8 8以上的他的 都是一樣的值了 但他這個是 8格高的意思嗎 還是 8層的雪 然後剛好疊成一個方塊呢 我們等下可以來試試看 就是要不要開啟事件的全球聲音 相信打倒中間我們這個音效呢 要不要讓全世界都聽到呢 他預設也是開啟的 那我們首先來試一下無限水呢 我們在這世界中是關閉了 可以發現 撈不起來了 他沒有變成無限水 那岩漿呢 岩漿居然 變成無限了 沒有錯 這聲音開啟之後呢 就可以讓這個性質哦 兩個可以是互相轉換 但也是可以一樣無限水 然後一樣無限岩漿也是可以辦到的 那二層的方法呢是比較常用的 但如果你在有些空間限制下呢 你可以用一層三的方式 好 只要你放在這左右兩邊 在中間這個呢 就會產生新的岩漿 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獲得無限的岩漿 無限的黑鑰匙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方塊的爆炸 像是TNT 現在爆炸真的不會影響到 地上這個鑽石 他會不會被炸煤呢 試一下 方塊掉落之外這種掉落物呢 好炸 掉落 掉落物 嗯掉落物其實還是會不見哎 所以只有炸的方塊完整掉落嗎 這邊泥土就拿到了87個 怎麼剛好 哪在是苦力怕他預設呢 是會破壞到方塊的 但我們現在開啟就是 物品可以完整的掉落 但是如果 他已經掉落之後再掉落再爆炸一次的東西 他就會不見 所以我們這時候再爆一次 東西大概就要不見了 這個還是沒辦法 這種物品型的 好像被炸了還是會沒嗎 鬼怕再炸一次沒了 好 所以如果被炸了兩次 這跟天梯之前的設定也是一樣 天梯只炸一次就沒事 但是第二顆又炸的話 時間不同的不是同時間炸的話 那物品就會有消失的危險 那順便試一下天梯礦車 炸了 然後這邊被炸掉 那鐵管還是完整的保留下來 這應該跟天梯的要素 應該是一樣的吧 那另外就是重生毛 方塊類型的包招 我還有哪些啊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嗎 哦但這個會燃燒哎 這個燃燒的話 這東西大概會被燒掉哎 所以雖然這個能保留的話 但好像也是沒啥用啊 那如果是終界水晶的話 這個算什麼啊 我們在旁邊放個鑽石磚 他炸掉會是磚 還是鑽石 哦變成鑽石 好這這會完整掉路 他不會破壞吧 啊但是變成物品之後 還是會破壞掉 接下來我們來到雪地啊 來看一下下雪 他積雪到底是能疊多少層 他目前這個 這樣薄薄的一層 開始疊了 這個是兩層 哦所以要到八層的話 可以到多高 可以來對照一下 那這邊呢可以讓他加速一點 random tick speed 這個預設是3 我們直接300 100倍速度再疊 那有時候可能會變得累一個一點 來看一下疊疊疊這個已經 三層了吧 對照一下 啊123 還可以再高嗎 100倍速度還是沒有到這麼快 這個應該有影響到 但是太大片 他這個會疊加的高度也是不太一定 所以他可以完整疊疊疊出 完整的雪塊嗎 來看一下目前好像還沒有到這麼高的 路上走走 不過這個我覺得越高越好哎 這樣地形就會變得比較 自然嗎 就是剛好積雪就很多凹凸不便宜一點 會比較不太一樣 目前看起來只有三層 這個可能四層了 我們經過一段時間呢 要疊到八層好像不是很容易耶 目前最高的這個吧 這個真的很高 但把它計算到他層數不是很容易 那挖的雪球數 能看得出他的層數嗎 好像 哎好像有哎 好像有哦 剛是兩層所以有兩個雪球 所以我們可以靠這個方式來知道 你到底就是疊加多少層 這個是兩層的 然後我們先挖一層的 ok 這樣剛好16個是一組 那我們先把它做成雪塊 那我們來挖這個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五層 那如果用絲綢之處挖 哦他會掉原本的這個雪 一層一層的雪 那這個雪玩家是有辦法手動疊加上去的 啊所以 呃 對對對我們一格就是這麼多 那他這個挖掉 確實是八顆沒錯 但是疊在上面他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挖的話呢要從 這一塊以下挖 完整的挖 那這樣完整的挖 我就變成雪塊就直接給你了 可是以雪來說的話 我們用一般的鏟子挖 他會給你八個雪球 八個雪球可以做出 兩個磚哎 那你用絲綢之處挖啊 只有一個耶 這樣是不是比較虧 怎麼會這樣 絲綢之處反而虧的一種挖法 好 所以這個大家用一般的鏟子就可以了 雖然雪到處都是 好總是這個自然的高度呢 也可以提升到八成了 我覺得這應該開啟會比較有趣 另外這次創造模式介面裡面呢 好像有改一些東西哦 來看一下順序大概差不多 但是有些排列又改了一下 光源類跟紅石類又添加一些東西 啊總之他會越來越方便 那現在呢指令方塊啊 這種三種類型 他現在也可以直接拿到了 以前都是要打指令 那選擇有拼圖方塊結構方塊屏障 光源跟除錯棒 這些都有了非常的多 這光源呢隱形光源 啊有熱度就是會把旁邊的冰龍化的 那這個要降低 降低亮度要怎麼降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辦法直接調整 我們還是要用指令的方式去設定 啊除錯棒對他無效 所以這個只有最亮的可以用 那好像有點可惜啊 需要用調整的話 你還是要自己打指令 不過這些方塊呢 一般玩家應該是用不太到 那會用到玩家呢 應該也都知道該怎麼拿了 所以這個 大致上我覺得影響不是很大 再來就是生怪磚呢 現在預設不會有小豬在裡面了 他現在是一個空的生怪磚 你一定要放入生怪彈才可以 這次還加入一些特別的彈 像是終界龍的生怪彈 以前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你就是要直接召喚 但現在拿得到囉 他不是龍彈哦 他就是召喚完整的終界龍的 除了終界龍呢 也有凋零怪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雪人 鐵券跟雪人其實可以在這裡直接拿到 但是呢 終界龍跟凋零怪是不行的 他大概是怕新手玩家不曾把物放出來 讓世界給崩壞掉了 但 嗯還是要打指令好 但就沒差吧 大家學一下這個指令 那你把終界龍的彈 放進去 這個生怪磚就會非常的可怕 凋零怪的放進去 這就很可怕 但是呃這個亮度他生的出來嗎 生出來了 啊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白天應該也不影響吧 我們來調整一下哦 和平模式終界龍也生的出來 然後直接把 你是把凋零怪的蛋不對 你把你自己的生怪裝給拆了耶 他要讓這世界只能有一隻龍哎 好狠哦 只有他能生出來其他都不行 哎和平模式 和平模式還是會有哎 消除不了他 難怪要打指令才拿出來 一般人不想把它放出來的話呢 他可能還沒辦法消滅他 這世界可能真的就毀掉了 所以凋零怪在一般的亮度上 有辦法生的出來嗎 然後終界龍幫他擺遠一點 來我們可以都生的出來嗎 白天行不行 目前我們在困難的模式下了 哎好像還是會影響哎 亮度是不是還是 他們生不太出來的樣子 好啦那不行哦 那我們還是得晚上 ok 晚上會馬上出來嗎 也沒有馬上出來耶 缺點時間跟一般的生怪一樣 有了 當然快出來了 那預設應該都是 範圍內可以升到6隻吧 啊但你的生怪磚的機制 有辦法用指令去修改 龍生不出來了耶 龍呢 就是龍呆了好久都生不出來了 哎真的耶 哦凋零怪目前 第二只出來了 哎呀我們的龍呢 我們應該有放龍進去沒錯啊 這個龍 生不出來 知道為什麼 還是要放旁邊是剛剛放旁邊 就生出來了 真的兩只三只 三只掉了怪都出來了哇 那我想現在有這種蛋的話 在那種呃2b2t 這種 無政府的伺服器可能會更加的混亂哦 如果他有辦法 弄出這個蛋 然後弄出這個生怪磚 生怪磚之前應該是有很多 只要他弄出這個凋零怪蛋 他就根本不用材料去召喚了 然後只要那個磚子保留 他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然後中介龍也是 哎但中介龍 不曉得為什麼生不出來了耶 難道真的只能生出一只嗎 啊目前看起來只會生凋零怪 順帶一提有些人找不到線型版裡面 一些新內容 其實他是在資料包裡面 這次用這個內建的方式呢 像束口袋 這邊可以自行的啟用 還有到1.20的版本 好像竹子拉還有的駱駝 一些新功能 要在這邊選擇還可以啟用 接下來的應該算是一個修正 竹子方塊呢 現在當然可以拿來燒嗎 他畢竟本來竹子就可以燒 但之前有的 柵欄或是半磚 有的是不能燒的 現在有修正 這樣可是不一樣的哦 竹階梯跟竹邊階梯 他紋路造型是不一樣的 現在呢都可以正常燒了 雖然你應該也不會拿這個來燒吧 那用一半竹子燒 還是要做成這個方塊來燒比較好呢 有沒有不能燒完一個的 有半磚類的大概燒不完一個 然後比較完整的 柵欄的都有辦法 剛好燒掉一個東西 一個竹材是用四個竹子做的 來看一下四個竹子能燒完一個嗎 這個量真的非常的少 那應該好像可以哦 應該是剛剛好 所以他燒的燃料量呢不會變 不會變少或是變多 接下來是我們上次有點疑惑 沒有新增的功能就是漏斗 現在可以放輸了 沒有錯 這個終於有辦法這樣做不動 從上面可以 從側邊也可以 啊應該任何四面八方 應該都可以找漏斗 有辦法漏的進去 側邊這樣子哦 這樣四個方向 當然我想正面應該也是可以的 我來試一下哦 正面這樣子投入 哦可以哦沒問題 那漏斗不能往上放 所以要往上可能就沒辦法了 雖然漏斗不行 但發射器也是可以的 然後這個也可以發射哦 可以用這個方式 所以要用機關來做這個 紅石感應門的話 又有更多的手法了 啊畢竟你這樣可以漏輸進去嗎 再接個紅石比較器 加個紅石訊號 或是直接接個偵測器也不錯 啊可以做的各種機關啊 更加的豐富一點 好的以上呢 就這次22w44a 主要更新內容了 這次真有一些比較多的改變囉 我們來期待一下之後 1.20 到底有什麼樣的新內容在跟大家分享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